各位鄉民 鄉民大家 長官 長輩好 大家好 我要站一個比較持平的立場來對這件事情 因為我也聽了好幾場 小弟也在工程界 尤其在公務工程也 做了很多公務工程 重大工程 我是農工處退休的 比如三十幾年的施工經驗 我要很持平的說 我們應該相信政府尤其是專業的 中央地址所回復的東西 我們做了那麼多公務工程 農工處做了五十幾年的工程 幾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工程 都是絕對安全的 這個要相信政府尤其是專業的 一般的行政的政府 我們可以去懷疑他 但是專業的向中央地址所 我們應該給他肯定 第二個 都市防災公園 有一位前面一位建議者說 其實永春坡也是可以 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第三個 我要呼應一下 蔡理長跟前面一位建議人說的 既然我們政府或者都發局 在很多上面建議說 反對聲音這麼大 我個人是建議 我相信前面也有很多長輩都建議 既然已經把這 要達到這科政科科市長的這個政策目標 對那兩千八百戶的公共住宅 為了要達到這個這個法定農居力 把它恢復到四百 所以我也是呼應 把我們周邊所有的整體的計劃內 所有私有的這個群體裡面的所有的農居力 都提高到至少三百四十七 回饋給所有的我們私有地的 土地的這個實質的獎勵跟回饋 這個才是共創雙贏的機會 也達到這個政府跟我們共同的這個利益 另外我還是建議這個都八級在整體規劃這個範圍的時候 也可以順便 譬如說我們這個地區周邊的時候 公辦都更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提供一個可行性的評估方案 讓我們這個地區的附近的有相關的整體的規劃裡面 讓我們免除掉再另外找私人的來規劃 你們先幫我們規劃 我們認為可以 那你們是不是公辦民意 也許比私辦民意更快達成不要十年八年 也許在同時在我們這廣池博愛園區 同時開發的時候 也許我們多延個一年半年兩年 我們也可以同時把整個這個區域共同的繁榮 不是很好的事情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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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